第二十二題 某一平衡之化學反應是為 兩個CrO4二負加二一級剩 生成Cr207二負加H2O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這個也是跟所謂的勒沙特類原理有關 老實說 取有餘補不足 多的送人家 少的跟人家要 如果這個反應裡面加酸 氫離子會變多 反應會朝右 如果這裡面加減 氫離子會酸減中和變少 反應就會朝左 所以不論加酸或加減 都會破壞我的平衡狀態 所以呢選項A 說加入鹽酸不會破壞是錯的 選項豬說 加入氫氧化鈉不會破壞也是錯的 選項B跟C都寫了有力生成物的產生 這個寫法並不好 有問題 因為它是一個可逆反應 所以兩邊都可以是反應物 兩邊都可以是生成物 所以它顯然是按照我們過去的講法 我們的箭頭是朝右邊 所以左邊的叫做所謂的反應物 右邊的叫做所謂的生成物 當我們加入氫氧化鈉的時候 因為酸減中和 所以會使氫離子會變少 少了會跟人家一樣 所以跑過來 所以就會讓我的所謂的生成物的這邊會減少 那麼反應物的這邊會增加 並不有利生成物的生成 所以選項B是錯的 那如果加了鹽酸之後會加酸 氫離子會變多 多了就會送人家 反應就會朝右 就是我們剛才講過的習慣上 右邊的叫做所謂的生成物 所以生成物的就會增加 反應的就會減少 所以選項C的是對的 所以第二十二題問我們說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是選的是C 若加入鹽酸容易 則有利於生成物的產生 不過我們再說一次 這裡說生成物的寫法並不好 因為它是可逆反應 兩邊都可以是反應物 都可以是生成物 我們講的是在這個事實上面的 會朝右邊進行 我們的CR2072-4的產量會增加